新加坡史上最大洗钱案又有进展 三人申请保释未果 一人承认开守网络赌博 被告人王德海被控两项罪人 一项指其持有赃款 另一项指控其在菲律宾 为中国用户提供网络赌博服务 并行动非法努力2300亿万新元 案件开庭后 王德海在宣誓中主动承认了自己 在2012年至2016年间 与菲律宾参与网络赌博 并称在当地经营网络赌博是合法行为 但控方反驳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在菲律宾 对网络赌博申请了营业执照 10月18日 王德海通过律师提出保释申请 他的辩护律师称 王德海没有遣逃计划 他与妻子和三个孩子 一起月份在新加坡已经生活5年 他看重本地的安居乐业 更希望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扎根意愿强烈 因此不存在遣逃风险 但检方反驳 他为了逃避刑责 举家离开中国 充分显示了他为了逃避法律制裁 警方扣押冻结其名下资产 超过2亿1500万金币 10月18日 其在保释申请中声称 自己有一个15岁的女儿 目前只能和女佣生活在一起 他要求保释 以履行作为母亲的职责 而根据检方文件解释 林宝英15岁的女儿 与女佣共同居住在米之路 而他被捕前 则长期与男友居住在盛号沙 被告人张瑞金及林宝英男友 被指控三项伪造文件罪名 警方扣押冻结其名下资产 近1.1亿新笔 10月18日 他在保释申请中声称 其在海外没有可以居住的房产 因此不会潜逃 他的辩护律师也不如到 张瑞金无意潜逃 因为他不打算放弃 被新加坡政府扣押的 近1.1亿新笔资产 检方表示 事实证明 他有足够的动力逃离新加坡 并具备在海外享受舒适生活的能力 目前三被告保释申请 均已被法庭拒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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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